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老挝自由行的第十天了 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大太阳 好难得 但是好热好刺眼 我们现在是在老挝的朗布拉邦 今天带大家去逛逛这里 一般来到这里 洋人街都是大家必须要去的地方 所以带你们去看看这个 非常悠闲浪漫的地方 走这 我们这条路对面那个地方 就是南康河 然后看看我们的身后 这一面就我们酒店这一面 再往下走一点 这边就是湄公河 所以朗布拉邦呢 它就是在这个两个河中间夹着的 我们现在走到这呢 就是洋人街了 我们住的离这边很近 所以我们这两天 其实每天都从这路过 但是没有带大家来好好转转 今天我们也city walk 带大家来转转洋人街 在这个洋人街上啊 为什么说它很那个浪漫休闲呢 就是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那个 很漂亮的法式建筑 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 老挝以前是法国殖民地啊 所以这里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式的建筑 另外呢这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哦 整个洋人街就很有这种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而且周边有很多的这种咖啡店嘛 你随便找一个小店 在这个地方悠闲的坐一坐 感觉是非常棒的 这里的交通工具有这种秃秃车 然后自己可以租这种摩托车 还有自行车呢也可以租 因为这个地方不大很小 这种小店感觉是不是都很好 嗯 但这个地方就是白天时候会人少 因为热 对 你看像这家店 建筑很漂亮啊 这家店晚上的时候感觉很好 对 再放着这个音乐 你突然就有那种浪漫的氛围就出来了 这边有很多这样的漂亮的建筑 然后门口再放上三两张桌椅 你看这里 这个房子感觉就很有历史了啊 上面都是木板的了 这是一家当地特色风格的一个店 看这种就是他们自己绣的碑垫 对 全都是纯手工的 五万八一片 这一片差不多将近二十块钱 这个也是啊 看 这个像是那种绳 麻绳编的 麻绳编的 对 你看这个也是编织出来的 这个更贵 这个 十万五千 对 这个三十多块钱 这种冒冒还挺可爱的 嗯 这个跟我们那个 维吾尔族的小蛤蟆有点类似啊 对 看 看 看这还有他们织的这种小布偶 嗯 大象 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那种面料可能 对 做的这种衬衣啊之类的 嗯 感觉像棉麻的啊 织出来的粗不对 他们这的麻料比较多 来老挝旅游的呢 大多数都会到朗布拉邦这边来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是比较轻松 惬意 很慢悠悠的 就有点类似于那个泰国的清卖 让人很悠闲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边的物价相对来说也不高 嗯 我们日常如果说吃个便饭啊 像这个老挝这边特色的那种粉 基本上就十块钱一份 就能吃饱 而且这个地方 别看小 到处都是酒店咖啡馆 所以很多人到这边休闲度假 在这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小客栈 一住住上几天 是吧 这样享受一下满悠悠的生活 感觉还是蛮惬意的 嗯 哇 我看到一间很有感觉的这种小店 你看它有个这种木框玻璃的 可以看到外面 嗯 然后在窗边有个小桌椅 我们进去喝一杯吧 可以 是不是 喝杯饮料 对 你好 看咱们坐这儿是不是 这种感觉还是很棒的 对啊 给了一个小风扇 对 风一车很凉 然后你看你后面 哦 还有还有这以前小的这种 对 小相机 很复古的 嗯 松塔 很漂亮 还有这个竹台 嗯 原来这看似的小店实则不小 它刚刚那个地方有个门 楼上还有 嗯 刚上来上去了好多人 所以现在那个顶子上踩的 嘎吱嘎吱嘎吱在响 哈哈哈 哇 这个巧克力的味道还不错啊 嗯 最主要的是好冰爽呀 嗯 一下就没那么热了 对 突然下太阳雨了 好大的雨还 嗯 直接你看 你听着声音 嗯 哎 花姐你看那里 哦 这个沙发感觉有咱们东北大花老的感觉 对 就是东北的那个花布 嗯 然后你看它墙上的那个盘子 嗯 也像咱们的几十年代用的那种盘子 对 哎呀 很有复古的感觉 哈哈哈 哦 这雨下的 嗯 洋人街不长啊 一会儿就逛完了 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就不大 嗯 我们现在准备去走到这个湄公河旁边 找上一家餐厅 我们去尝一尝老我本地特色的火锅 对 看看他们这火锅什么样 哈哈 这边就是湄公河 沿着湄公河这一排过去 有很多的这种餐厅啊 嗯 我们找一家啊 找一家吃那个火锅的 哦 这么热的天吃火锅 但是我们在网上 看了 他们这边的特色的 其他的也没啥了 没吃 对 也就火锅我们还没有吃过 是他们这边特色的 所以我们替大家尝尝 哈哈哈哈 这就是这样吧 对 你看这边 很多的餐厅 都是沿着湄公河的 然后沿着湄公河这一面 你看 也有很多的客栈 酒店 按摩店 都在这边 看到吗 这有一条船 在这湄公河上 那边也有一条 就是游客 在那里面可以吃船餐 然后游湄公河 你看我现在都听到 有人在那上面唱卡拉OK 咱中国的旅行团 老年团 看 现在雨季啊 这湄公河的水好浑浊哦 湄公河畔餐厅 我们到这一家来吧 我们来的稍微早一点啊 一个是我们不想吃饭吃太晚 还有一个早一点 可以选一个 舒服点的位置 看看景 你看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不是吧 这来的是不是太早了 工作人员都没有 真的是 还没有上班呀 哈喽 现在可以坐 五点 先坐会儿可以吗 像我们这么积极的客人 也是少见了吧 我们都已经坐了好一会儿了 然后 他们的工作人员 才陆续来上班 我们刚刚先要了份菜单 先看一看 他说现在点不了 我说我们先看一看 看看都有啥吃的 看看 可以点菜了 我们先要了两瓶老挝当地的啤酒啊 一瓶大约十元人民币 这个还算便宜了啊 我们在其他地方喝啤酒 特别是巴厘岛 啤酒特别贵 然后要了一桶冰 这个冰块大的我也是 真的是好大的冰 可以 先一块就行了 我先一块 一块 好吧那我也整一块 对 然后我们要了一个火锅 然后要了一个大拼盘 谢谢 好了好了出帽子了 你这水平太高了吧 然后要了拼盘 它里面本身带蔬菜 它可能分开装的 这是蔬菜 肉还没来 然后待会儿火锅 就是加在这上面 嗯 这什么酱 辣酱感觉是 嗯 好吧 看看 听着这音乐 看看这儿 待会儿肯定会有夕阳吧 对 有可能能看到 今天天晴嘛 嗯 但是就是这个水的颜色 忽略吧 哈哈哈哈哈哈 要感觉就行 哎 它这啤酒味道怎么样 来 先干一个 尝一下先 走一个 朋友们 还可以 也是很淡的那种啊 我看它这酒精度是多少 但是口感感觉不像我们大乌酥那么冲啊 嗯 口感还是比较淡的 还行 还可以 嗯 哇 放个冰块感觉还是挺凉重 嗯 哦 我们大拼盘上来了 一圈的五花肉 然后这还有点蘑菇 丸子 鱿鱼 还有几只虾 嗯 然后就是加一个这个蔬菜 感觉分量还挺大的 这个平盘 嗯 我们先吃吃看 其实我想吃 烤鱼来的 对 但是我就怕吃不完 所以我们吃吃看 如果要是 这个要是一烤就没了 还有点肚子 我就想要一条烤鱼 要是吃饱了 就这一套了 我看还挺多的 嗯 目前我们点的这么多 大约是120左右人民币 嗯 还行 嗯 我们这个是个 碳炉啊 我看其他桌用的是 那个卡式炉啊 我们这个点的这个 我们得用这个碳炉 是不是 对 热死我了 我这一捅冰 马上就给花完了 盖已经放了这么多水了 我这晃的哎 对 他在垫底下 他这个上面是烤 旁边是煮 就是这种 花姐 拿那块肥油 先要在这个烤盘上抹一下 哦 这样 对 因为要不然它容易粘 对 那一块肥油 是专门抹这个的 好 这会烤一下 哎呀呀 这烟冒的 肥油 肥油脂多一点 可以 然后他们给的料是这种 有蒜 然后又有点辣椒酱 就这两种 对 然后就是这一瓶 看着烤得还不错 你看 这个翻过来这一边 还是很焦的 对 听说他们这的烤骨花肉很好吃 除了肉我们烤 剩下的我们全煮吧 嗯 对 哦 它这个碳灰都吹出来了 嗯 哇 这个肉烤得焦焦的了 烤焦一点 好香的感觉 嗯 哎 尝一尝它这个五花肉 嗯 我感觉都没有啥可让我蘸的 就给了蒜和辣 不吃辣的话就没可蘸的 直接吃吧 嗯 嗯 他们这个猪肉啊 口感还是很香的 有那个肉的香味 它这里面给的还有牛肉 可以 还不错味道 就烤了些肉 因为啥都没有放 对 连盐呀啥都没放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 纯靠这个猪肉的香味 口感 嗯 还不错 感觉还不错哦 嗯 最主要它这个肉口感确实很好 对 你看啥料都不蘸都还不错 嗯 很香它这个猪肉 嗯 这个是什么牛肉吗 牛肉应该 嗯 这个还不错 今天就吃原汁原味 来 走一个 嗯 嗯 嗯 哇 嗯 嗯 夕阳下来了 嗯 今天应该看不到落日了 因为那下面全部都是乌云 再走一个吧 来 再走一个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